各位先生的所有的好朋友 我的主名叫 就是水泽地的意思 他名叫杜三雄 很高兴参加这样的一个 聊天 我想跟各位分享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议题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卢凯族从以前到八八水泽之前 我们的生活的模式 我们是在一个半狩猎 半农业的一个生活形态 我们为了要平衡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从一个观念 生活的理念到行动 到平衡生态 我觉得很想这样跟各位做一个这样的分享 像我们举个例子 我说我们是伴狩猎 一般我们打猎的时候 分季节的 一年春夏秋冬 春天不打猎 夏初到 中期不打猎 冬天不打猎 我们的狩猎的季节是夏末到秋天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原住民大部分的风年季都是在秋天 都是在七月八月 这个有一个现象就是 秋天 夏末到秋天的时候 所有的动物都已经很健壮了 都长大了 该怀孕的 该生的 该养育的 都已经过了 所以山上的这些个动物 有的可以吃的 我们才去拿 还有一些 我们师三讲的这些个保育类 我们讲到 卢凯族有一个男人的称号叫里姑老 里姑老就是云豹 云豹在台湾好像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但是在卢凯族 云豹跟熊 是不可以对他们设陷阱 不可以菩萨 不可以猎杀 除非他对你采取进攻击的时候 未来要展现不怕死的气概 才可以跟他们搏斗 否则的话 这种动物是不可以去菩萨的 尤其是熊跟猎豹 我们是 我们对他们的看待是 接近于人类的那个尊严 是这个 那其他的动物像包括怀孕的 怀孕的母的动物 不可以带回部落 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你把这个怀孕的这个 动物带回家 然后你把他杀了吃掉 他肚子里面有几个 又小的 部落就会承担几个责任 最后会发生是几件事 所以不会有人 去在这个季节 刚好春天 一定都是怀孕的动物盲目的 公公的呢 刚刚交配起完毕 一定都是瘦瘦的 没有营养 所以你这个时候去菩萨 还有一个是春天 是我们播种的季节 没有时间去打猎 要开始做自己农作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态 生态的一个 生活需要的一个运作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就会达到 我们所讲的保护动物 让动物正常的去生长 我们也有足够的肉类 可以吃到好吃的肉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还有一种 我们叫做动物要保护 让他们生长 而我们要盖房子 我们又用山林 比如说盖房子 翅膀物 要用很多的那个大木头 那怎么办 你随便去砍发 就会有土石流 阿鲁凯族就很早已经 就会有一个习俗叫做 养树 养竹竿 怎么养树 比如说 我们要用16根大的横梁 去盖房子 你在大概小孩子在 五六岁可以走路的时候 这个儿子 爸爸就会时常把儿子带到山上去 养树 找树 做什么 当他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很好的树 他就会叫这个小朋友 这一棵就是你的 你要负责养 他不是浇水 而是要时常定期的来这里去看 不只是要让他 不要让那个爬藤爬上去 他周围的这些个 跟他一起生长的这些个杂树 要一起养 等到这个周遭的杂树变粗变硬 那个树根 都非常坚固的时候 差不多盖房子的这个树根 已经有十几年 二十年之后 当你砍伐下来的时候 不会造成土石流 因为他这个树干 是刚好在这树的中间 你把它聚下来的时候 根 不可以让它动 所以这个山 它就不会有走山的情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 从盖房子养树 到那个去打猎 让他先生 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我们才会有肉吃 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时常会听到 我们世界时常会讲 环保 环境保护 保护动物 有时候政府的政策 曾经有过一个 禁止打猎 叫我们去买猪肉 但是买猪肉 去过风延期 那个一点都不好吃 我所谓的不好吃 是心理上的感受 因为那个是买的 不是你养的 不是跟你在山里里面 一起共同生活的那个动物 还好 这个解禁了 山猪就不会侵犯到部落 这些个山腔 就不会去 造他这些个田园 这个是在这个之前 八八水灾过后 因为我们这个部落 造到很大很大的一个 整个四个部落被摧毁 大家只知道小林村 被灭村 实际上 屋台乡的部落 有四个部落是 完全被 好茶部落 它是完全是被 掩埋掉的 剩下一个十字架 像吉祿 阿里 家牧 它是走山 根本就 现在都没有人住了 在这个部分 我们的祖先 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 这个西谷 它每几十年 就会来一次大水 它叫洗澡 所以千万不要去碰 这些个 西边 沿岸的这些个 生态 但是当 我们到一个经济 经济开发的一个 一个瓶颈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想 哇 在这个山谷 在这个西边 在这个峭壁 去盖个山庄 去盖个什么 漂亮的景点 就去开发 你一栋 鱼来了 马上就有大灾 所以才会有一个 非常 不只是水 实在是太大 还有一个 促成这个水灾的就是 因为乱动这些个 祖先不可以 交代 不可以碰的这些个 生态区 所以造成很大的灾难 我们学乖了 政府规定 20年之内 不可以碰山林 感谢政府这个政策 为什么呢 我们配合原来 卢凯族的一个生态的观念 把它结合之后 我们现在这个 十几年来的这个山 恢复原来的 面貌 非常的漂亮 动物也越来越多 而河里面的苦花鱼 又长出来了 而我们这个20年当中 不能去看发生林 我们怎么办 卢凯族的一个生活方式 用现代的做法 配合过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种咖啡 有很多人讲 咖啡种下去 都被猴子吃光光 所以早期的时候 都拿枪去打猴子 结果发现 这个五六年来 我们发现 没有种咖啡的山里面 长了好多好多的咖啡 而且 差不多再过个一两年 就可以结果死了 这个是谁种的 我跟各位讲 那些都是猴子跟松鼠种的 吃我们的咖啡 然后跑到山里面去土去丢 你去想想看 以后这些咖啡长出来了 猴子自己种的 结果是他就自己吃 还会不会到我们部落来吃咖啡 不会的 这个就是分享 卢凯族的这种 分享的理念 延伸到 可以延伸到猴子跟人类 一起种咖啡 一起享受 因为卢凯族有一个 就是说 你吃的时候 要刚刚好 种的时候 要刚刚好 不够的时候 怎么办 多的人 拿出来分享 所以真正的 我们所讲的风廉祭 其实不叫风廉祭 叫做过年过节的 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